30年前,汪姑会谈在新加坡举行,两岸关系跨出由对峙走向交流的历史性一步。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,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申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,解读汪姑会谈的历史影响及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启示。 1993年4月27号,经历了40多年的隔绝,海峡两岸授权各自民间团体、海协会、海基会的最高负责人汪道涵、孤政府首次进行民间性、经济性、事务性、功能性的会谈。 我认为汪姑会谈当时双方所秉持的核心精神,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,各自争议,求同存异,务实合作,民生优先。 那么这对于当时海峡两岸缓和、紧张对立的关系,那么恢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,也同样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。 那这就是说我们双方要维护好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,这是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。 刘国申认为,会谈让两岸初步建立起一定的政治互信。 那么这个会谈的举行呢,让两岸双方的公权力部门的授权部门,得以开启了制度化的交流机制, 形成了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。 两岸开展对话是为打破政治上的隔绝,也是经济上的相互需要。 1992年,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,大陆展现持续对外开放,吸引外商的态度。 彼时正处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台湾,资本向大陆投资的需求旺盛。 刘国申说,过去30年经验说明,九二共识是两岸最大的政治公约数。 共识之下,双方虽有分歧,但完全可以平等协商,互相包容。 台湾内部,因为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,许多人在九二共识上做文章,把九二共识带弯掉了。 我们看到这一次马英九来大陆访问的过程当中,他就感慨地说九二共识又复活了。 九二共识的重要价值,它已经体现在双方已有的成就上。 这也是两岸双方回归良性互动的非常重要的资产和财富。 刘国申相信,如果民进党方面能够客观务实地正确面对九二共识,面对台湾方面当年曾白纸黑字写下的坚持一中原则,他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是可以得到包容理解的。 如果说双方能够在一个中国原则基本上达成共识的话,其实即使民进党方面提出其他的一个表述方式,我个人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,关键就是一个中国原则。 1993年,汪道涵抵达新加坡后,曾在一份书面讲话中谈到,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。 在刘国申看来,前瞻性的意涵是在一国之内因历史因素导致的分歧可被暂时搁置。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就是要为两岸的民间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,良性发展,创造更好的条件。 真正让两岸人民体面的安全的方便的低成本的共同生活在一起。 刘国申认为,30年来,两岸的交流交往成就可圈可点,两岸中国人都应珍惜,不应妄自菲薄和果足不前。 我们两岸双方可以透过交流互惠的合作,共同获得更多的利益,包括安全的利益,经济的利益,甚至包括形成双方互相体谅。 我们共同建构起海峡两岸中国人新的一个共同的认同。 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对于两岸中国人来说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